大家好,现在我们来继续学习第二节粘土类原料的第三个问题,粘土的工艺性质。 粘土的工艺性质我们通常从八个方面进行叙述, 只要包括可塑性、结合性、鼻子交换性、触变性、膨化性、收缩性、烧结性以及耐火度。 这八个工艺性质覆盖了陶瓷制备过程的全方位。 由于时间的关系,我们今天只选择触变性加以讲解。 其他七条粘土的工艺性质,希望同学们利用课后的时间去学习和掌握。 那什么是触变性呢?触变性是这样定义的。 粘土的泥浆或者是可塑的泥团,在受到枕洞或者搅拌的时候, 会出现粘度降低、流动性增加。 这样一个现象,但是相同的这样的泥团或者是泥浆在静置一段时间以后, 在维持原有的工作水分不变的情况下,又会出现变稠和固化的现象。 这一对相反的现象可以反复重复无数次,统称为触变性。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? 触变性产生的原因,它的核心的原因就是由于粘土颗粒是带电的。 也就是说,由于粘土的片状颗粒的活性的边面上,有一些采雨的电荷没有被中和。 那这些电荷由于静电引力的作用,它们就会相互的吸引。 吸引以后,把一些自由水会封闭在这样由静电吸引组成的网络当中。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变稠和固化的现象。 但是,这样由于静电引力而构成的网络,它其实是很不牢固的。 一旦受到外力的作用,这种静电网络就会被破坏。 原来封闭在其中的自由水就会被释放出来,所以又会出现变稠和固化的现象。 当你不动它,它又会由于静电的网络重新吸引,把自由水封闭在其中,所以又会出现变稠和固化的现象。 这就是触变性产生的原因。 那我们如何表征触变性的大小呢? 表征触变性的大小,我们可以分为泥浆和泥团两种对象,用不同的公式进行表征。 对泥浆而言,我们用泥浆厚化系数来表征触变性的大小。 那这个触变厚化系数可以用泥浆的粘度之笔来代替。 通常用泥浆静置30分钟和静置30秒钟之后,它的粘度,也就是由N式粘度计流出的时间之笔来代替。 我们认为静置30分钟以后,它就会出现变稠的现象。 当然,由N式粘度计流出的时间就长。 而静置30秒,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时候泥浆刚刚受到外味的作用。 这是对泥浆的触变性的表征。 对泥团的触变厚化系数怎么表达呢? 我们可以用可塑泥团在静置一段时间以后,用一个球体或者是锥体压入这个泥团达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, 它的检窃强度增加的百分数来表示。 增加的百分数越大,我们就认为它的触变厚化性越强。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,无论对泥浆还是对泥团而言, 它的触变厚化性随着时间的变化是不均匀的。 刚开始粘度或者是泥团的触变厚化性会随着时间的增大而增大, 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,它的增大速度会显著的放慢。 值得指出的是,泥浆或者泥团的触变厚化性随着时间的变化是不均匀的。 刚开始触变性增加强,以后随着时间增加慢, 也就是说这种触变性是不可能无止境增加的。 那么,粘土的触变性对于我们陶瓷的制备过程有什么影响呢? 我们希望泥浆或者泥团的触变厚化性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, 既不能过大,也不能过小。 如果触变性过大,则有可能导致泥浆在输送的过程当中, 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固化和变稠的现象,从而影响泥浆的输送。 如果触变厚化性过小,则有可能导致在珠浆成型的时候脱模时间过长, 脱模后的胚体强度较低,导致变形等等现象的产生。 刚才我们讲的是粘土的触变性,我们以触变性为代表讲述了粘土的工艺性质。 粘土的其他的工艺特性,希望同学们在课后自己复习巩固。 现在我们来讲第三节,第四个问题,粘土在陶瓷生产中的作用。 我们将粘土在陶瓷生产中的作用,简单地归纳为四点。 同学们在学习和掌握这个粘土的作用的时候, 要注意与前面硅制原料,也就是食鹰在陶瓷生产中的作用加以区别和联系。 首先,粘土赋予我们泥胚的可塑性,它是胚体成型的基础。 我们知道,硅制原料是典型的极性料。 我们在下一节即将学习的溶剂性原料,也就是常识,也是属于极性料。 也就是说,在陶瓷生产的三大原料当中,粘土是唯一的塑性料。 它保证我们胚体能够按我们的意志成型。 第二,粘土能使助浆料与釉料具有悬浮性和稳定性。 粘土之所以有这个作用,也是跟我们刚才所讲述的粘土的矿物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。 第三,粘土在胚料当中可以结合其他的极性原料,使之有最大的堆积密度,以及赋予生胚良好的干胚强度。 这也是保证陶瓷胚体能够成型的基础。 第四,粘土是瓷胚中三氧化二铝的主要来源,也是烧成时生成莫来时晶体的主要来源。 为什么说粘土是瓷胚中三氧化二铝的主要来源呢? 我们分析陶瓷的三大原料。 硅制原料二氧化硅是不含三氧化二铝的。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溶剂性原料常识。 在接下来章节中,我们可以学到常识中三氧化二铝的含量。 含量比例是比较低的。 因此,粘土是瓷胚中三氧化二铝含量的主要来源。 莫来时晶体的主要组成是三摩尔的氧化铝,两摩尔的氧化硅。 因此,可以说三氧化二铝也是莫来时晶体的主要成分。 所以说,粘土既然提供了瓷胚中三氧化铝的主要来源, 自然也是胚体中莫来时晶体的主要成分。 到这为止,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第二节粘土类原料的主要讲解内容。 这是我们本节的课后作业,希望同学们课后加以复习和巩固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